第215章 淘汰 陳卓見到沒什麼人 於是拿著零食分到床上 拿起紅酒搖一搖 用牙咬開了紅酒的包裝 但瓶口居然還有木質 他是用手打扯 但完全扯不開 唯有扔開紅酒 接著拿起五糧液 蒙起雙眼 研究五糧液的開蓋方式 然後一手拿著瓶身 又一手拿著瓶蓋 一扭 大力出奇蹟打開了 接著他又聞到聞之五糧液 那些弓鼻的酒味就撲面而來 令鼻哥都索了索 這個時候他想起 和他的蛋二弟第一次相識的場景 他們彼此一見如故 開懷暢飲 純粹是他自己覺得 陳卓跟著嘟嘴 對著瓶口 那些酒隨著陳卓的傾斜 就慢慢流入他的嘴裡面 酒在他口腔裡面逗留了一會兒 讓他充分地感受到唇口的酒香 等試完再吞下肚 吞完 他們咄嗲咄嗲咄嗲 都是不夠蛋二弟家的酒好喝 然後撕開雞腿包裝 咬了一口 而他這一連串的動作 黃鼠狼全部看到了 陷入了深深的磨妄 試 啦 更次懂路相 千善萬善 善鬧一步 陳卓懂得飲走 而淡台鳴一夜靡的嘴角 他感覺到一種熟悉的味道 很想笑 在陳卓喝酒期間 擦目了對其它的收視開始考驗 在0503房 房裡的燈光開始變成不明不暗 抽中这间房间的收视是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男人 在屏幕上显示了这个男人的身份讯息 参赛选手李祥明 年龄53岁 实力 现在是静关境中期 简介 东台院驱鬼爱好组成员 那个李祥明在房间里大气都不敢多休息 额头上 一层层的虚汗不停飙出来 咳咳的声 那栋紧锁的门在外面被鬼推开了 有一只面色苍白的男鬼就动了在外面 房间里面的窗帘随着音气波动在飘下飘下 那只男鬼首先向房间走一步 李祥明就瞪大眼睛 看着那只男鬼看着他固定 他从来没试过一个人面对鬼秘 在东台院的时候 都是整个小组一起驱鬼 不过在小组里面他都算是最大胆的那个 但是现在当他一个人面对鬼的时候 呵呵 牛底了 那只男鬼目光外济 一步一步地走入房 虽然时间不是很久 但是这个短暂的过程对于李祥明来说 简直是道秒如年 内心无比那么煎熬 他尝试吹动学过的法术 但是他心里面有了恐惧的心理 所以就没办法全身心去投入凝聚法术 手里面刚刚凝聚出来的能量 自己啵一声 散了 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 那只男鬼已经走到李祥明的面前 那些灯光在一房之间 苍白的面上出现了两道血痕 李祥明就吓得双眼混组 眼圈都红了 突然间感觉到 腹脑那里乱乱乱 有一些液体 顺着腹脚流到整地都是 跟着头一涌 就什么都不知道 在李祥明躺下的那瞬间 男鬼就用阴气控制住他的身体 让他缓慢地跌到地下 鬼蜜抵达3分20秒 李祥明就被淘汰 不过这样也未算是最短 还有更加短 1201号房 陈丫瑜 年龄28岁 实力 现在是静关境大圆满 简介 崇尚西方驱轨航魔教法 和自己的姊妹成立了一间西式灵异事务所 她的感言就是 我将是我们事务所行走的广告牌 在1201房里面 那只女鬼进到来 第一时间就关灯 然后 那只女鬼飘在门外面 还未进来 屋里面就已经 嘩一声 在尖叫 那只女鬼还未出手 陈丫瑜自己选择放弃 结果就是 鬼蜜底达8秒 陈丫瑜淘汰 主镜头 很快就回到陈卓的房间 1306房 姓名 陈卓 年龄 23岁 实力 未知 简介就是 青山精神病院患者 协助震云斯破获 欠制之眼大案 房间里的陈卓 很有行情日志地 在那只五粮液 那只比卡超针织帽 也都带到歪了 臉子喝得红薄薄 他拿着那只酒 已经摸了大半 跟之前那两个选手一样 鬼一埋牙 就第一时间关灯 陈卓拿着一只酒 本来刚刚打算喝的 突然见到没光 接着打了一只酒 呃 为什么没电呀 而过在墙上的电视 闪了闪 就播放出一段黑白板 很旧的绿像带的内容 里面是一间旧时代的屋 一张简单的单人床 一张桌 一张椅 在椅上 背向着他 坐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在那儿描眉或顺 最诡异的就是 画面上方的正中间位置 挂着一条吊颈用的绳 那个女人 描了一阵的眉毛 才慢慢的起身 然后又慢慢的 让他伸过来 在黑白影像里面 那个女人的样子 是扭曲的 看看影像里面的情况 吊颈那条绳子在C位 很明显是女人 准备要吊颈 但是 正当她痛苦地 担着椅子 去到吊颈的绳子 下面的时候 那个女人不知为什么 突然停下了不动 第216章 陪我喝一杯 陆像里面那个女人 转过来才发现 她要负责客 那个收视选手 不见了 而她的目标收视 刚刚明明在床上 在吃东西 喝酒 不会是她的演员太过投入 吓到收视 不知滚了去哪里 但没理由 导演组明明说 这个陈大师很厉害 要弄点硬东西 他享受一下 但现在还没开始硬 陈大师跑去哪里 所以女鬼放下桌子 走到屏幕前面 在电视机那里 托了个头出来 哇 一阵浓烈的酒味 兜口兜面 噴起来 那个女鬼 鬆了鬆了鼻 不自觉咬咬咬嘴 透过散落 法师那些窄 观察 床上没有人 床边也没有人 窗边也没有人 门口也没有 不是 门口有人 在门口开关旁边 有个黑影 蹦在墙上 手起起伏伏 切势地 拍打 墙上的开关 啪 啪啪 啪啪啪 嘴里变了 嘴里变了 刚才还有电 什么鬼呀 突然没电 本大师把你弄回 那女鬼就有点忘言 看着 不停按开关的陈长 没人告诉她 参加了一个什么节目 她就累鬼沉思了一阵间 恶高的头 摸摸眼灯 把伸了出来的头 又缩进去 啪 眼灯亮了 下一秒 一只大手就拍在开关那里 刚刚亮了的灯 又是关了 蹦在门口的陈长 左手握着五两翼 只是觉得眼前一闪 于是又再啪 啪多一下 啪了 啪又啪多一下 又关了 循环了十几次之后 她又说 啊 本大卓 果然是 先中 龙凤 哼哼哼哼 跟着她抱着一支酒 吵吵吵吵吵 回到床上 电视机里的女鬼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坐在镜前面 继续对着镜 画眉瞄讯 她在这儿等 等那个收视发现自己 慢慢累积起心里的恐惧 等待合适的时机 自己一步步在电视机里 捐出来 吓到对方屎林尿泥 就是这样画一下描一下 过了一会 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于是她转身 搬起一张椅 望向屏幕外面 谁知 今次她又是呆在原地 隔着电视机 她今次不是见不到人 她是见到一个男人的背影 陈卓背对着电视 坐在床那里 马克特的口 扔一些花生进去 扔不到 就拿起一堆花生 不断塞在嘴里 咬到呃呃呃呃呃 那只女鬼这个时候 觉得 突然只有一种 无名火 在肚子里 谷出来 她扭曲的面 变成青色 头发散开了 即是说原来 刚才表演了这么久 是表演给空气看 你现在不是玩鬼我呀 于是 她又决定行动 在电视机那里 伸她一只 苍白的手出来 襯上她那些 特意画的红指甲 放在陈卓的肩膀 在那里 拍了一拍 陈卓就感觉到 肩膀 好像有些东西 硬了硬了 身形一侧 接着 她又拿着 瘋了花生的手 在肩膀一撥 别搞呀 那只大红指甲的鬼手 就被她拍开了 本系统 未检测到危险 暂不提供技术支援 拍完这只鬼手 陈卓又舌 扔了花生落口 接着就捂了一口 扔了扔 哇 正呀 各位观众朋友 只是短短的10分钟时间 100位参赛选手里面 就已经有10位被淘汰了 很明显 今期的收视之天节目 零射这么精彩 接着下来 我们将镜头 转向1306房 也就是我们备受关注的 陈卓 陈大师所在的房间 哇 我们的工作鬼终于忍不住要主动出击了 但是陈大师似乎一点都不怕 真正呀 依然是一粒花生配一口酒 果然是鼎鼎大名的陈大师呀 在酒店外面 彭丫文看到已经出击的女鬼 所以就很兴奋地在解说 那只女鬼开始猛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看着的嘛 他是鬼来的 比起面好 所以他们伸两个手出来 一下子捏着陈卓的颗子 这样捏着 陈卓转转 有半价屁股 都圆胸了 有一个仲心不稳 就看着披头散发的女鬼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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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出血泪 两只手开始用力 只要将陈卓 拔入电视机里面 也算是离开酒店 直接淘汰 系统提示 千军罪 女鬼忽然发现这个陈卓 好像变了一座山那么重 自己不要说拖动他 甚至令他移动少少都做不到 诶诶 你这个小女子 想喝酒 就跟本大卓说 不用不用 在本大卓的喉咙 必酒喝 陈卓转转转面 对着女鬼的臉 打了个呃 弄到女鬼 好嫌棄的 顶尾头 算了 本大卓 请你喝 说完 他拿起五粮液 對著濾鬼的水 一下子側了過去 對著濾鬼的水 一下子側了